热点时评 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 据总统提名更进一步 作者 肖恩·戈德马赫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肖恩·戈德马赫 是一名美国国内政治记者 报道2024年大选 以及塑造美国政治的主要事态发展 趋势和力量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周二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 拿到了前两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争夺战的胜利 加速了他推动党内团结 一致支持自己的努力 也加深了外界对他仅存的对手 尼基·黑利竞选前景的质疑 黑利于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落败的八天前 特朗普在埃奥瓦州以压倒性的优势 击败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导致后者宣布退选 特朗普及其盟友已将这两场早期胜利 宣传为里程碑事件 在这两场初选刚刚画下句号之时 他们声称共和党就需要团结在特朗普身后 为他与拜登总统在11月大选的再次对决 做好准备 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拿下最初两州竞选胜利的 共和党候选人最终失去总统提名 特朗普本人也在新罕布什尔州 纳舒厄式的胜选演说中提到了这一事实 如果能赢下埃奥瓦州 又拿下新罕布什尔州 那就没有输过 从来没有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也不会成为第一个 特朗普对观众说道 不管接下来选情如何 周二的胜选都确立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历史中的领军人地位 在他之前 凡是能在埃奥瓦州党内初选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 都获胜的共和党人均为在任总统 在周二晚间最后一批投票站关闭后 美联社立刻宣布了竞选结果 使得竞选结果失去了任何戏剧性 几分钟后 黑利抢先在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个人竞选派对上发表了讲话 强调了他的一贯论点 提名特朗普就等于将大选胜利让给民主党 如果赢不了大选 那就收拾不了烂摊子 他说提名特朗普就是拜登的胜利 就等于让卡玛拉哈里斯当总统 黑利承诺即便周二失利 他仍将继续竞选 新罕布什尔州是全国第一站 但不是最后一站 他宣称这场竞选还远未到终结之时 周二晚间 特朗普甚至在登台之前 就已在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上称黑利吃人说梦 在黑利发表讲话之时 他发了好几条字母全部大写的帖子 这是特朗普演讲的前奏 这番演讲时而粗俗 时而刻薄 他利用圣选演说的全国舞台 大肆抨击了自己唯一剩下的对手 而他最终还是需要这位对手的支持者 在秋天的大选中为他投票 他没有赢 他输了 特朗普说 还说黑利是个冒牌货 在他手下败得很惨 他嘲笑黑利发表了一场过于自信的败选演讲 这不是典型的胜利演说 但我们不要让某人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夜晚后 摆出胜利的架势 共和党人几乎立即开始加大对黑利的压力 要求他退选 是时候退出了 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泰勒·布多维奇说 怀俄明州参议员约翰·巴拉索 在社交媒体上称 特朗普是推定提名人 巴拉索是共和党领导层成员 之前曾支持过这位前总统 一直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 约翰·科宁正式支持他 宣称共和党人需要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 几个月来 曾任特朗普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的黑利 一直在寻求将2024年的初选缩小到与特朗普之间一对一的竞争 周日随着德桑蒂斯的退出 他如愿以偿 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投票之前 他只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向独立选民和共和党人提出他的理由 证明自己是对抗拜登最有力的共和党候选人 在新罕布什尔州 他和支持他的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苏努努一起在各地奔波 从盗啤酒到抱孩子 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黑利表示 去年被起诉四次 面临91项重罪指控的特朗普会给竞选活动带来混乱 在大选中极其容易落败 但新罕布什尔的选民似乎无视他的警告 最近几天 77岁的特朗普和52岁的黑利之间的互相攻击急剧升级 特朗普回到了他的本土主义策略 强调黑利的本名 然后在社交媒体帖子中故意混淆他 甚至纵容出生地阴谋论 声称黑利没有资格担任公职 因为他是印度移民的女儿 黑利出生在美国 在特朗普把黑利的名字和南希·佩洛西的名字混淆后 黑利质疑特朗普的头脑是否敏锐 并利用这件事敦促进行代际更迭 在周二的败选演讲中 他提到了这个口误 当时有人大喊老头子 黑利对观众说 第一个让他们80多岁的候选人退下的党 就是赢得这次选举的党 现在黑利必须在最初的两个州之外寻找支持 因为几乎所有的竞选活动和广告都在这两个州 根据联邦记录 到目前为止 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花费了7100多万美元 其中99.9%的资金投入了爱奥瓦州或新罕布什尔州 黑利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月份 在内华达州制定了有利于特朗普的规则后 他选择不参加2月8日的内华达州党内初选 我很高兴地宣布 我们刚刚赢得了内华达州 特朗普周二宣布 距离内华达州正式的党内初选 可能还有两周的时间 但由于特朗普是唯一一位认真的共和党候选人 预计他将赢得所有竞选代表的票 特朗普和黑利之间的下一场重大对决将发生在2月24日 在黑利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所进行的初选 黑利曾担任该州州长 随着时间流逝 特朗普的政治势头越来越强劲 在过去的10天里 特朗普击败的四个对手都转而支持他 德桑蒂斯 维维克 拉玛斯瓦米 北达科他州州长 道格 伯格姆和南卡罗莱纳州资历较达的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后者最初是被黑利任命为参议员的 你一定很讨厌他 指黑利 特朗普周二在台上对斯科特开玩笑说 斯科特走到特朗普旁边的麦克风前 回答说 我就是爱你 周一 特朗普还得到了来自黑利家乡州的 共和党议员南希梅斯的支持 在梅斯严厉批评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 国会大厦骚乱期间的行为后 特朗普曾试图将梅斯赶下台 黑利曾在2022年与梅斯一起竞选 你看到了这个团结的时刻正在到来 而在正常的初选中 你可能要到6月或7月才看到它发生 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 在接受简短采访时说 他本周在新罕布什尔州为特朗普助选 如今你在1月份就看到了 因为竞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黑利已承诺继续前进 还有几十个州要去 黑利周二晚上说 下一个是我可爱的南卡罗莱纳州 黑利竞选团队已宣布在南卡罗莱纳州 投入400万美元进行广告宣传 并将在未来两州内前往纽约、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州进行筹款活动 以补充他的资金 黑利的竞选团队及其盟友认为 特朗普在前两个州的支持率仅略高于50% 这是一个潜在的弱势迹象 因为作为前总统 人们都知道它 领导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策略师苏西·怀尔斯和克里斯·拉奇韦塔 在周二投票前的备忘录中预测 如果黑利不在投票前退出竞选 他绝对会在南卡罗莱纳州一败涂地 颜面尽失 资深共和党策略师斯科特里德 曾在一个支持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作 他说 黑利现在已经失去在早期取得彻底胜利的最佳机会 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领域 你要么赢 要么输 李德说 然后他援引了从前著名的租车广告站来说明问题 一直做安土式是很难的 我们是第二名或第三名 位列赫兹之后 全文完